跟着里长的脚步 走到风雨里内的一家小店 仿佛就像宫崎骏电影般的装饰风格 让人误以为来到日本山间小村 相当期待有什么美食会出现 为风雨里干杯 干杯 谢谢里长 还没有享用美食就干杯了吗 没错 只是杯中美酒已经变成了冰淇淋 里长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杯 高雄仅有独一无二的酒酿冰淇淋 真正由啤酒或威士忌制作而成的冰淇淋 带有微醺的香气和浓郁的口味 每一口都值得细细品尝 吃起来第一口是有满满福特家的味道 然后到后面它雪橙的味道 鲜果的味道就散发出来了 而且老板娘说 雪肉是不加一滴水做成的 所以它的口味非常的浓郁又好吃 我们这个香弄的加热冰淇淋店 是我们风雨里才独有的 如果喜欢吃冰淇淋一定不能错过 但是我最推荐的 其实都喜欢啦 从喜欢吃冰淇淋开始 加上对酒的独特喜好 店长两夫妻便尝试用酒做冰淇淋 发现口感不仅更绵密 吃完香薰又消暑的快乐心情 更是双重享受 因为酒事实上它可以让冰更绵密 但是呢这个分量呢 没有拿捏好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办法成心 因为太软了 可是呢我们就是把它控制得好好的 让你不会醉 可是呢你会有那个好的心情 那不是也说嘛 酒是这个神仙快乐水 那冰淇淋本身呢 也是一个吃了会让人快乐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开始想要做冰淇淋 跟把酒放进来的初心 让大家吃了之后 其实都开心的东西 在做冰淇淋的时候 如何把啤酒花的独特的那个香气提出来 让大家吃冰淇淋的时候 还可以感受到那个啤酒花的鲜味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特地找了一款啤酒花味道 真的还蛮不错的经典的啤酒 来做来提这个味道 不只有酒量冰淇淋 高雄多元的水果更是入冰的好食材 搭配上优格 芝麻 抹茶等 健康低糖低脂元素 就是要让冰淇淋的口味丰富不腻 而且更少负担 以西点的概念 甜点的概念 来做这个提拉米苏 然后我们用比利时的百分之百的可可粉 然后糖低的 可以吃我们的那个吃早糖醇 所做的冰淇淋 因为那一线的 是真的是可以摊嘴多吃的 比较没有负担的冰淇淋 来到插画家里长所设计 宛如童话般的首座冰淇淋店 达克卡 并且细细品尝 香杯中的每一口浓郁灵冻的冰滋味 可以让大家享受午后时光的实情美意 记者张世民 高雄报导